请不吝点 娘娘 喝点神汤吧 娘娘 您待在这儿几天几夜 不吃不喝 这样熬下去身体会垮掉的 喝点吧 姐姐 你还有永姬呢 就算为了永姬 你也该喝一点啊 为什么是锦寺呢 她才三岁 若是有什么 该冲着我来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 锦寺言心思歹多 若没本事 动不得姐姐 所以才使出这种下作手段 对五公主下手 她这般发疯 姐姐怎么能想到 怎么防得住呢 她为了她自己的儿子发疯 难道就要陪上娘娘 陪上娘娘的孩子吗 八哥坠马 三哥失宠 锦寺言都觉得 和永齐脱不了干系 她若真心生怨恨 她也该冲着我来 看 看来 贾贵妃是恨定了我们娘娘 只是五公主 五公主太无辜了 一个人 十一三岁 二人 三岁 岸 二人 三岁 三岁 二人 三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ה 一顿变形我受着 可我是冤枉的 公主不是我害的 我是冤枉的 皇上 今儿个是景司的武器 安华殿的武器 的祭祀如何了 都安排妥当了 玉妃娘娘帮着操持 臣贵妃娘娘也很伤心 皇上要不要去看看 皇上 准个八百里夹击的战报到了 皇上 武公主那儿 国事要紧 自从今年开春以来 我大军就一直顺利 为何如今却陷入泥潭 难以再进 皇上 我大军先锋部队已到达准个儿 可 丹瓦齐仍执迷不悟 富与顽抗孤注一掷 自从我大军逼近准个儿大营 将士们也在意 端数长公主的安危 所以 有些畏首畏尾 长公主的安危 务必要保全 可也容不得大瓦齐如此放肆 刘统勋 臣明白 都退下吧 臣等告退 这都五月礼了吧 五公主和六公主没了 都快一个月了 太后 宇花园的白芙蓉花开了 您要不要出去走走 出去做什么 自开年到如今 宫里没办点吉利事 走到哪儿都是哭哭啼啼 淒淒哀哀的 哀家也受不住 太后为夭折的五公主和六公主祈福 是您的慈心 战时未平 桑乱又起 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